原始点条理多处症状案例 婆婆今年93岁 膝盖经常痛 据她说 30多岁时 有一次冬天用冷水洗了一盆萝卜后 从那时起就开始尝膝盖痛 不过那时没有那么严重 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虽然常吃药但还是越来越严重 不知何时变成了螺圈腿 反正已经几十年了 我学习原始点后 想用原始点的方法给她调理一下 但开始时她不相信 她说几十年的病了哪能好呀 但是最近她看到 请我调理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 而且效果都非常好 她好奇了 说要不你也帮我试试吧 一个多月前 她说她眼睛看不清楚了 看路都有些模糊 完全看不清电视 要让我先生带她去医院检查 也许是白内障 她考虑做手术 我就说 给我一个月时间 如果真无效的话 再去手术 她答应了 我就用淡姜汤洗 坚持一段时间 结果洗了半个月左右 她说真的有好转 于是又继续洗 浓度稍加大些 她说浓点的姜汤洗完 马上就感觉清晰多了 现在仍在继续洗 另外 她最近两年听力也严重下降 跟她说话要很大声 她还经常会听错 头也经常会不停地摇晃 摇筒风 她还说她最近睡觉时 头会一阵一阵的剧痛 从后脑勺牵扯到前额 但白天还好 还有左肩部经常阵阵刺痛 两只手臂会发麻 左手有两根手指麻木 仿佛不是自己的手指似的 最严重的还是膝盖 只要不吃药 晚上会痛到不知所措 整晚痛得睡不着觉 2019年1月28日 第一次给她按推全身 痛点非常多 除了下背部痛感稍微清晰 其他痛点轻轻按都非常痛 我就用舒缓的方式给她轻轻揉 揉一次后 她说感觉全身轻松不少 然后隔天揉一次 坚持几天后 发现不用大声说话 她也不常听错了 我说是不是感觉耳聋好些了 她说真的 现在感觉听话不吃力了 两星期左右 我再问她 其他症状有感上吗 她说 现在除了走路时 膝盖会有些痛 晚上睡觉 头不痛了 眼睛清晰很多 肩痛也好了 手臂 手指麻木都全好了 头也不再摇晃 晚上睡觉时 膝盖不会痛到睡不着 睡觉也香了 每次揉完 就给她全身温敷 从调理的第一天起 到现在 共31天 每天坚持热敷 18到20个小时左右 所有药都停服了 每天喝淡姜汤 另外 10克左右 姜粉泥 调理前 除了自己勉强 拄着拐杖 能上厕所外 基本都是坐着不想动 因为膝盖太痛 久坐 精神也差 坐下就打瞌睡 调理后 现在精神好了许多 还能做家务了 每天 我们下班回家 她都把地板拖了 阳台洗干净了 菜也洗好 切好了 看到这效果 全家都非常开心 真的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一氏的大爱 感恩帮助过我的 各位师兄师姐 酒干也喝得多 嗯 眼睛也要舒服的 这眼睛倒得无了 舒服 哎 是我要看到的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你喜欢没有吗 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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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活动 二个 二个没有发 肩膀上 三个 好的 肩膀 肩膀一口 嗯 嗯 到处都好 就是这 这股肝 这股肝 股肝慢慢 哎呦 这耳朵 上天还是 十多好 都没有 这耳朵 还是都甜到 我说 都甜到的 都这么讲都甜到 因为一样大声 甜到啊